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 我是唐丹 今天还是由我跟张强老师 一起为您讲解 2017第六届碧桂圆杯 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 预赛的一盘精彩对聚 这盘棋对聚的双方 是许云川直轰棋对陶宏明 这是小组赛 也就是预赛的最后一轮 当时许云川这个组 郑维彤已经赚了四盘棋了 对提拳 赵国荣和许云川都是竞胜三盘棋 如果要想在最后一轮 杀出重围 取得小组赛的前两瓶的话 许云川这盘棋是志在必得 后来当比赛结束的时候 采访许云川的时候 他也说对这盘棋还是比较满意的 最起码拼的比较放得开 对比较精彩 好 我们来看许云川先手对陶宏明 陶宏明特大这次也是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碧果园比赛 最近陶宏明特大的消息比较少 碧果园我也恰好碰到了陶宏明大 说你最近忙什么呢 他说最近家里边事情比较多 可能父母岁数有点大 经常在家里照顾父母 所以出来比赛的时候比较少 这个人也比较辛苦 一直在长春和老家之间奔跑 当然最近陶宏明特大的棋还是有一些的生疏 但是中局我们看到风采还是依旧 这盘棋陶老师下台是挺精彩 就是中局搏杀的阶段 对 赛前许云川也是做好了 跟对方去积极对攻的准备 对 因为他赛后他也说 他说这个命运要尽可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自己要不能去求和去等待 对 如果这盘合了 赵老师那盘如果赢了的话 就是赵老师跟郑维同两个人进入决赛 对 果然最后这盘棋 赵国荣是战胜了对手 没有 最后还是一盘合起 就是合了 从后来结果来看 徐老师这盘如果合了 就是从比小分的话 可能小分要略高于赵老师 也能进入决赛 但是赛前肯定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这盘棋还是要抱着一种拼命 这种拼搏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盘棋正好那一天上午 我是坐飞机是赶奔赛场 所以这一盘棋的经过 我就始终没看 见到许云川 许云川就说这盘棋 他说前哥我这盘棋走得很危险 真的是中间一度很精神 但是拼得很累 他说从早上起来八点多 拼到了晚上 拼到了中午十二点半 是 他说结果第二天 拼得太累了 对王天一的时候 就发挥的有点 不是特别进入人意 对 预赛的时候 徐老师真是发挥很好 只是四胜三合 而且每盘棋都是下了三四个小时 也是拼进了这个 对 作为这个闯入决赛的唯一一个 七零后也非常不容易 对 因为进入四强的四个人 也是等级分子前四位 对 分别是王天一 郑维彤 赵欣欣 许云川 那许云川是唯一的七零后 对 这个九零后是郑维彤 八零后是这个王天一和赵欣欣 对 所以说这个七零后呢 仍然在这个战场上 在第一阵营里边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马三舰 对 双方是中号三兵 对 平鸿马三足 这个变化呢 陶特大呢 还是选择了一个老路的走法 对 它是直接足以进一对边 最流行现在是走相三进五 相三进五 对 那个三项呢 是最复杂的 对 这三项 也是最容易引起这个纠缠的 陶特大呢 还是选择了足以进一 他所喜爱的这种老实便利 对 这种变化呢 就是说 现在的棋手呢 认为还是容易吃亏 所以就不怎么走了 红帮病毒机吃掉 对 红帮烧好的一个局面 然后他去一进五吃掉 红帮走去二进四保兵 就这个局面呢 黑方呢 打开这个边线了 将来呢 这个直接反击的机会就没有了 就是什么马二进一登足啊 什么马一推二啊 什么足以进一啊 这个手段就没有了 对 也是 但是呢 黑方呢 要达到一种呢 立竿见竿的效果 马上威胁红帮 然后再补齐 也是一种打法 就是比较直观 那么红帮鞠九平四 黑方走鞠一平四 一平四 对 然后红帮鞠四进三 这点呢 就是说红帮呢 是采取一种稳步推进的策略 对 就说如果你对掉鞠 那我就再登到你 这个鞠你将来早晚是要对 对 对 但是你对完鞠以后呢 你就要少兵 这个少兵这个残局就很难下 对 所以说黑方呢 这个是不能忍受这个局面的 对 这个中兵没有看守 对 所以黑方呢 走居四进一 来避让 同时呢 有马二进三登兵的这个手段 这个也是黑方的一个打法吧 这个曾经一度呢 也非常的流行 对 那么接下来红帮就走 红帮选择十六进五 对 红帮先补试 然后黑方也十四进五补了一手 十四进五 因为黑方这个时候直接登呢 他怕红帮先去对平衡桌的 对 桌是一个线手 将来徐八腿一啊 有这些线手 如果你走这个马 马三进一登呢 他飞到你以后 那个七路底向老瞄着你 黑方也不舒服 黑方这个马走的不舒服太多了 换一个马也不舒服 所以黑方呢 又不肯轻易换一个子 对 然后他就说 是走 盖红帮 红帮 就是黑方十四进五 四平九 对 他去四平九 他调过来 对 然后黑方走 黑方对 跑八进二 就是红帮呢 把鞠掉过来以后呢 就是想针对黑方的右翼呢 采取一些动作 对 黑方先跑八进二呢 使二路马呢 生根呢 就是比较稳妥 红帮 接下来走居九进二 对 居九进二 黑方走 炮二平一 对 炮二平一 对 黑方暂时他也不动 因为他觉得这个马二进三呢 还是容易吃亏 那么双方现在是一个对峙的一个局面 对 红帮居九平八 把它粘住 可以放走炮一进四 他想在必要的时候呢 有炮一平二来打居 这个炮一进四好像也是 是不是有点冒风险呢 这条旗正轴 正轴 因为这个旗红方啊 通常是有一大打兵 对啊 黑方呢 这个动作就是打你 那他居八平息 我再把底中炮换掉 然后黑方呢 有这个鞠 炮二平一 这个反击 对 他这个炮呢 绕进来 他像这个流水一样 钻进来 对 潜水艇 潜进来以后呢 他有这个反击 黑方呢 就是说这个其实还是红方略好 但是黑方呢也是可以 对 他这个黑方拘炮 牵制是一个毛病 但是他这一边呢 能够对红方形成这个干扰 也有补偿 所以说这个变化呢 许云川呢 有点不肯 是 所以许云川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走冒险求胜 就把这个三冰送了 对 这招棋啊 真是这个 非常出乎意料 这个棋 反正要是让我走的话 我肯定想不到这招棋 对 这个 就是 这个三冰应该很大呀 对 这个我在我的这个头脑里 觉得这个三冰啊 这个太大了 对 不会像 就是按您的说法 就是本来我这个三冰 是制住那个七路马 但是我现在送一个 反而把你的七路马走过了 是啊 而且现在就是说 我吃掉以后 你还不能去八腿一吃嘛 对啊 这个兵啊 礼拜里这送啊 你看你走两步棋 还替对方走一步棋 差了三写 是 这个棋 但是许云川呢 可能也知道这个棋不见得好 但是这种特殊的情况 为了求胜 对 他就是强行变招 然后他就聚二瓶酒 对 许云川呢 这盘棋呢 就是施展了一个 去秦子的这个功 他这个缠绕这个攻击呢 体现了他的 就是说的这种 终于纠缠的这种能力 是 但是这个招棋呢 确实呢 不是那么完美 对 但是他呢 就说在实战当中呢 这也是特殊的情况下 比较有意味 其实这个棋黑方呢 就应该再把这个足送过来 那红方只能吃了是不是 就应该收回来 你看黑方再跑一瓶气 这个棋黑方就满意了 等于牵住红方的三路线 对 那向三行先飞个边向 防止你拘四退一捉我 那我拘四价来卡住 我以后要打你 然后打中兵的这个手段 等于 现在反而变成 黑方这个 先发动攻势 对 这个新竹你拘再平过来 我拘 就可以拘八进六 拘八进六 或者拘八进八 拘八进六 拘八进六 拘八进六更通俗一点 这个棋 那好像红方这个阵型 就是有点 对 太飘了 这个中炮 对 这个中路这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 好像是有些问题 对 现在来看 所以说这个棋啊 黑方这么走的话 红方这个宋三兵的 这个计划呢 太冒险了 对 很难去找到理想的答案 对 这样的一个局面 对 但是 但是按照老师 就是我们可能平时 常见来想法 本来就是这个多个兵 再送过去 是有点舍不得 但是呢 这个特殊的局面下呢 现在吃你的马 对 吃着马 你不能马上进去 马上进去 那我就吃你了 现在徐云川呢 他这个赤子的 这个功夫 是很强硬的 对 所以 你不送这个兵 就得送这个兵 那陶阳明选择送这个兵 明显是不如送这个兵好 这个兵简单 然后一平就瞄着门弓 然后紧接这个八路鞠 四路鞠 这个棋呢 黑方呢 打开局面 对 应该说这个形式 还是可以的 它八路鞠也亮出来了 实在是送到这个兵 这个兵呢 就是送七兵呢 可以形成这种 黑方不错的反击局面 送三兵就变成 双方没准了 而且红方还要好一点 红方抛击尽二是正确的 如果你拱 对方有马尔金斯 这样呢 粘住它 现在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子还是不好 他现在还有抛击尽三 打马的棋 对 对方局退一步 对 局势退一拦住 红方呢 接下来走 抛五平八 他这个地方呢 就准备抛八尽二 就寻传这个下棋啊 对于紫的这个围困 这种缠绕能力特别强 这样 对 他准备抛八尽 一打你局就把你炮吃了 黑方呢 就看看马尔金斯 马尔金斯 对 他也是希望你 就对一堆君子平三 那就很安全了 那红方就白忙活了 你看徐云川 抛八尽 抛八尽 你看这个阵型啊 你看这是象棋走出来的 特别像圆棋 对 这全是眼位啊 对 这盘棋 他这个子儿 全是这么的关联 全是做的眼位 他就等于 红方呢 在局部上呢 他做的 非常的精巧 这个炮不好逃了 他就把黑方呢 这个子力呢 就是都困住了 对 就说 这个地方呢 确实许云川呢 这个能力很超强 对 黑方足弃紧 然后红方 鞠八平七 然后准备僵 这是个先手 然后马尔金七 偷吃这个四路鞠 一个是 他只能炮八平三过来 对 有炮击雄打枪 还有这个一枪登马 黑方只能够平炮挡住 对 红方这个时候 先聚就去 先吃一个 先吃一个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徐云川呢 这个赤子 这种战术 他这种能力非常强 对 那陶老师这时候 也很无奈 就七个字 但是他还有一定的攻势 对 马尔金 这个地方呢 就是由于黑方 这个足三进一啊 导致这个局面呢 陷入这个泥潭了 对 现在呢 其实红方最好的招法 应该走 鞠九进六 对 鞠九进六 对 就放弃这边 如果你 下边 来什么捉马 我这个就甚至都可以考虑不要了 就回来 先回来防守 我像一飞 这儿我 结实了 然后黑方这个棋不好 将来你这个地方啊 早晚你这个棋还是要 主要这个二入马位置太差 对 总会有这个丢子的危险 还是平须捉炮什么 对啊 所以说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啊 红方是稳战优势的 对 但是寻川的当时呢 可能也是时间比较短 这样的一个局面 嗯 他呢 是走了一个拘据局 他是希望在这里边呢 再进行利用 对 他就是说想把子力啊 这种效能呢 发挥到极限 是 他竟能追求这个高效 但是呢 这个局面呢 确实呢 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嗯 接下来黑方就是走的是 主席进一 主席进一 如果你打掉的话 他 有这个G876 对 好像还有一个炮一进三 炮一进三 这挺厉害 下部就有个G4进四 弃居的一个偷杀 这是一个杀手 对 这个 这个棋很厉害 大家看一下 陶老明这个 对这个杀势啊 还是 对 陶老师这个对于 很敏感 对 杀法是 下部金刚挂玉 宋一将 马一将 对 G8进8一将 红方这个棋不好守 嗯 这个棋很麻烦 你要先名报 他先点局 对 先名报 也没用 他还是宋局 对 点报都没有 守不了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黑方走的也是挺有意思 嗯 所以说这个 红方走到这呢 他就突然走了一个炮 七零八 对 他准备把这个炮打死 这个时候哈 黑方也是有一个面 陷入困境的感觉 嗯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确实呢 这个红方走的 也非常的凶狠 对 就是不给你简化的机会 继续在 对 应该说这个棋呢 还是红方 站起 毕竟红方先多子 但是呢 黑方这个时候呢 呃 走了一个 啊 大转换的这个手段 对 非常的 使这个棋局呢 顿声波澜 嗯 那么到底黑方怎么下的呢 我们稍后呢 再给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看到这个炮 不能再白丢了 对 再丢了这个棋啊 就没有机会了 嗯 所以黑方就是大胆的进行棋鞠 直接就有个棋鞠 嗯 黑方送鞠一将 红方落掉 黑方马二退四 马二退四 一够将 退马一将 红方上帅 举八锦八一将 红方 只能老帅上三楼 嗯 黑方马四退二 对 因为这个棋啊 毕竟红方的阵型呢 有所松动 对 黑方这个时候的棋鞠呢 还是较为可取的 张老师这个棋现在就变成了红方 白多一个棋啊 白多一个棋啊 但是多这个棋呢 你现在马上就要丢回去 对 丢回一个大子 一个大子 啊 所以说这个棋等于黑方少一个子 对 但是黑方呢 有一定的公式 现在有个马二退四将抽棋的棋 对 所以红方马 就进棋 挡住 对 呃 这个是正兆啊 是 当时我看这个棋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按第一杆吧 就是赶紧退居别 让他马 然后后来看就是他可能有一个G7平 G8平4 嗯 这个好像红方就很难去防守 这又有个泡二平五将 然后马七进六 这些 红方这个棋 这个老帅啊 高筑不胜寒啊 就是说 继续把这个类站住以后 他没有降五平六的一个机会 对 是的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这么复杂的局面下 就是说 徐老师马上走出了一个马九进七 他也能看出了 就是防守他的G8平四这么一个点 对 嗯 这个倒是比较正常 对 黑方接下来马七进六 对 他跳马 还要抽居 对 这个棋作为红方来讲呢 如果登的话呢 就是不好赢了 对 因为居被人家抽回去 这个棋 登掉他可能跳马僵 你再换掉 嗯 然后他出将 退马登掉 吃这个马的 还得马三退五回来 啊 或者是 对马三退五回来 你叫江也没什么好处 反正这个棋 这红方优势很小啊 是 因为黑方有多于过河族 主要老江在三楼 他也担心不好赢 嗯 是的 嗯 所以他没有这么选择 嗯 实战是 他走的是炮八平四 对 马七斤六 他这个棋 二路炮 二路炮 对 他走了一个炮二平四 嗯 这招棋也就这么着啊 对 接下来黑方走了一个炮二平五 叫江 对 平炮一江 嗯 这个地方许晕川 还是犯了一个 比较大的错 对 这个棋 就说这个在这个老江啊 很危险地带 嗯 而且这个局面呢 又错动复杂 好像也不容易看清楚啊 对 这棋看得真是挺晕的 啊 就第一杆可能会觉得 降五平六出来 出现怎么样的你感觉 出现 出现炮五平四啊 对 后来突然发现 他有一个炮五平四 这好像你也满也登不了 对啊 这个炮五平四很 这个走法很厉害 对 这个子粒都卷在一起了 他马罗金三是杀 你现在要再进降 他马罗金三这还有将军 老将还得出 对 他四 他以后炮退过来就很厉害 这个棋呢 红方啊 最好的是就是炮四平 就再炮四平五 如果你吃我马 嗯 我就直视 然后我赶快把老将 拐出去 等于说现在还是多一个子 对 这个棋呢 可以把这个局呢 暂时封在这边 对 因为你退居 我也可以出降 因为你杀中兵 我将来还有打中兵 这个砍的一项 最起码 对 红方呢 肯定是 占一点小优的 对 或者鞠九平漏张类 这个棋如果黑方走 鞠八腿一 红方可以下一步老帅 哦 下这个 你再将我再上去 你吃马 我老将还是出来 对 还是安全 所以说这个棋呢 你将来登中兵 反正我就飞向吧 就说这个棋 对 红方呢 还是暂时多一个子 这个 还是可以的 对 多子 可能还是黑方 不太好 这个 还是红方占优吧 红方占优 但是按常理来讲 我本来炮顶着你马 对 我再平中炮 可能点不太肯 那时代当中 红方就局局平五了 对 黑方这个时候 就足迹一吃马了 对 然后红方呢 再十六进五 红方啊 想的也挺好 对 我试一吃下午不就出帅就下来了吗 对 你也没什么办法 其实就走到这里的时候 当时看直播 双方已经是时间是很紧张了 也就是在两分钟以内了 露得很惊险了 而且陶老师在时间特别紧张的情况下 就是走着马七进六 炮二平五江啊 这都是走势最关键最好的一些走法 这个地方呢 黑方就接下来走了一个局八圈二 对 这个就错失了一个 也在读秒的时候 错失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赛后呢 这个李宏嘉跟许云川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对 这个李宏嘉说 那个炮股筋一打 你这其实不行啊 是 许云川是 说这炮股筋真是很危险 对 炮股筋这个太妙了 黑方有一个炮股筋硬的 对 这个棋呢 就是一下撕开了洪荒的防线 这一般觉得 如果你吃人家一将就把菊当困虚了啊 那就反而说 你要是不吃的 他也不知道怎么下这个棋 嗯 因为以后呢 黑方可以走菊八推二 对 这个还有炮品酒 这个炮还可以绕出去 这个棋呢 洪荒这个几个子力啊 全都发不了力 这个菊不能吃兵 吃兵丢菊 对 关键你 现在出镶它可以炮五瓶四 对 它可以炮像会堆 对 它关键的一点是你降五瓶六出不来了 它将来菊八推二 对 这个菊的高起来 它炮五金二的意图就是这样 但它实际上 就是可能也是没有想 往这上面想 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第一反应是菊八推二 这个炮五金二呢 确实是一个 砸开洪荒防线的一个好的手段 对 这个棋就是黑方一下 反毒优势了 是啊 实际上当中黑方这个菊八推二 错失了两季 然后洪方就是马七千六跳上来了 这样子洪方就是趁机把自己的子力呢 就进一步走好 这个棋呢 其实就是炮五金二这步没走完没走到以后呢 现在就变成是红方的这个主动权在手了 尤其是在多子的情况下 黑方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先走马二推三回退一下 先把他这个子力扣住 那他降五瓶六还是出来了 就等于说你没办法阻止他降五瓶六出降 他刚才炮五金二的意图就是你降五瓶六出降 他可以炮五瓶四或者去八推二这样 他现在就是洪方这跳马的意图就是准备狙击对三 那还是应该先回马 先把他扣住 这双方呢 可能还是有些互缠 洪方要想取胜呢 好像还不是那么简单 时代当中呢 黑方就走了一居八瓶六 他可能觉得能把这炮吃死 这个可能当时人的一个错觉 这个炮不能再躲了 再躲马六近期 这个老将就快 快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是 这个旗等于把洪的也逼出了一个好旗 对 被逼 所以这个旗啊 黑方逼得太紧 结果被洪方呢 顺手一退 就把这个黑方的攻势呢 就化掉了 是 连销带打 等于你现在吃炮他反而 没关系 吃炮 洪方可以出帅 对 你在直居 洪方把他拱掉 你这个炮就死了 对 这个中炮反而 这个残局呢 就是说由于还有奔兵没解决 本身鞠马对双马呀 对 这个鞠马赢的概率是很高的 如果是鞠马对鞠炮呢 鞠马对马炮摄像拳 马炮 是江河 鞠马 马炮摄像拳可以江河鞠马 江河鞠马 但是你双马摄像拳肯定守不和鞠马 对 另外你还有这个兵 他边兵没解决 所以这个地方黑方呢 应该是一个败事参局 是 他没办法 他不敢这样对居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这么一走 也就意味着黑方这个棋呢 这个攻势殆尽了 对 所以说 黑方这个棋应该早点忙 先把这个马退回来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退马 对 当然时间太紧了 这个也走不住 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现在有点时间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大中兵确实妙 对 如果他初帅 他就泡我平四 这个棋啊 真是挺奇怪的 对 就是洪方这个老帅啊 怎么走也走不好 就是这个棋 关键你G5平6 跟G7平6都走不上 对 这个就很痛 这个什么G平8嘛 没用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人家想退也能退 想进也能进 人家还可以走G8退二 G8退二回来 下不就退炮 可以退炮回来 对 将来这个炮 这个退到这儿 或退到这儿 它这还有回马叫江 回马江 G8平四江 就是这个棋 关键是你G5平6 盖不住它这个 对 这个棋 洪方这个老帅 不知道怎么走 那如果吃炮 它灯一江 初帅 它把G灯了 你再把它这个冰吃了 这个棋 也是黑方是有名无输的 还马上一次登一下 你退居 它还可以G8退二 它现在可以G8退二 要直接捉你 对 G8退二 直接捉 你吃 披一江 一江跳一江 再G4平5江 所以说这个棋 很困难 对 现在反而就是 老江在三楼 所以说这个棋 这个淘明 但是这个炮五江 可能又是 比较隐蔽的一个走法 对 比较隐蔽 因为没想到 会把子送给 他退居 洪方上马 他来捉炮 这样就 被洪方 这些退居 就是走到这儿 黑方之后 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对 就是说这个地方 可能不捉 就是我跟他说 先回来可能好一点 把这个洪方的子力呢 先回来 他是不是 也怕他G7平5 G7平5 对 那我再马他一次 再跳马 反正你 马六进巴什么 反正 勺子也是危险 对 主要他G8退二 这个动作可能有点慢 然后他去 我们快施展 对 黑方 这会儿无奈 他这时候 这马二推三 马二推三 但是洪方这时候 降五平六 出来 帅五平六 初帅 等于说你这个中炮 发挥不出作用 黑方这个子 动不了 对 这个前面的攻势呢 就是销售殆尽了 对 就是前面有唯一的机会 白炒一个大子 这个棋 就是说的 基本上不在了 对 陶老师前面的 这个构思很巧 但是可惜 在时间特别紧张的情况下 也是很无奈 就是没走出这炮五 老帅先下来吧 别老在上面了 对 然后他炮五平七 红方 然后最五平八 你把鞠躲开 他准备马六进五 灯弓像 灯像底下一将 把石像给你吃了 对 然后将来点到这一将 聚集平九 基本就是绝杀了 对 他只有马三推四 回来防守 对 黑方背后防守 他站好逼五进一 这儿呢 红方这个子 越走越开 对 把这个位置都站好了 这样黑方就没有机会了 他居住尖二 他又平居桌 就这个棋呢 马八推六 我们看啊 这个就是红方呢 等于是逐步呢 这个把这个子力展开了 对 这个叫展形阔式 是 黑方这个棋呢 由于前边的 错失的这些战机呢 对 现在这个少子的局面呢 已经逐步显露出来了 对 这个棋就是红方 就是看他最后怎么去进攻了 好 最后的棋我们 他退 然后他冲 又把这个鞠关住 他回马 他平居 他浸泡 对 这样黑方也是很无奈 就只能交换 没有没有 他走个平居 他先平居 然后黑方 把他拱 他灯了 他居八平居 走到这儿 黑方就不再下了 为什么不下 他马路在退的话 他怕对居 对 对居呢 你必须要对 对完就形成狙马炮 对双马炮 这个棋是下不动的 基本是河南防守 这个白多一个大子 红方特别是 有狙杀无狙 所以说呢 最终这盘棋呢 许云川呢 也是取得了胜利 这儿他是昂首进入了 碧鬼圆碑的这个决赛 应该说确实呢 碧鬼圆碑呢 还是在这个岁末呢 给我们广大的 祈求呢 提供了这么一个展示 风采的舞台 也给我们广大的 祈友呢 提供了一个年终的大餐 对 使我们能够欣赏到 这个高超奇艺的同时呢 这个有更多的 这种艺术享受 是 好 也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的祈友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呢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和关心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再见 谢谢大家